好 現在這個時間 很多這個藍綠白的議員 這個赴美參訪 要來做外交交流 但沒有想到 怎麼出現了案外案呢 好 這個事情發生在林濤身上 我們請教一下蘇培 因為今天是週刊爆料說 林濤因為隨團 到美國參加了共和黨 全國代表大會之後 就說行程都偏心執政黨 他自己購物的時間不夠 所以就對著外交官痛罵 甚至說要找國民黨立委 徐僑馨爆料要修理外交部 那當然林濤現在也說 他沒有想要搬出誰來押 是因為徐曉欣 身為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確實可以針對 每一次台灣跨黨派的訪團 在海外遇到不公平的機制 要怎麼樣處理 這件事真的只是 不公平的機制嗎 還是你想要逛街沒逛到 是啊 你就是想要買東西 沒買到 然後你就建設等上去 要求外交官要出來面對 可是我覺得有這麼嚴重嗎 這一團當時要出發的時候 大家就講了 林濤在臉書上面寫得 好像是他自己促成這一團 要去參加共和黨大會對不對 大家都以為是林濤自己的 結果不是 這個是外交部辦的活動 但邀請了國內所有的政黨 包含民進黨 包含國民黨 包含民眾黨 都有代表出席 但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團其實應該是代表 台灣國家去做外交的嗎 怎麼會在這個團的行程裡面 居然出現有這種為了這個行程啊 不一致啊 大家各走各的的時候 然後去為難我們的外交官呢 我們外交官應該是服務大家 把這個行程安排好 讓台灣的政治 台灣的政黨代表 跟這個相關的美國的政黨的人員 能夠有接觸 那如果行程上面有一些 不搭搭的地方的時候 就是協調嘛 而且林濤不是之前 就是劉美康乃爾的做事嗎 對 美國應該滿熟的嘛 一個熟嘛 第二個他是有能力的嘛 那為什麼要這種 你知道嗎 官威很大耶 居然嗆我們的外交官說 我回來之後 你的不公平的安排 我要叫徐曉星出來打你們 修理你們外交官 蘇蕙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通常議員參訪嘛 藍綠如果議員一起去的話 大家也是有商有良嘛 最後一天是因為說 藍白他不想去那個 周仲議員的邀約參訪嘛 所以他們就直接脫隊嘛 那的確會有這些自由時間嘛 那怎麼樣調配呢 怎麼會搞到 你們會不會這樣子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自由時間 大家就互相 互相包容嘛 對不對 我要去A 你要去B 那我們現在都沒有行程 但外交部就只有一對人 我們不要讓外交同仁為難很難嘛 大家互相吞 你拿一下 我贏一下 我贏一下 你拿一下 大家互相進退一下 包容一下就好了 可是我不懂的是說 林涛身為國民黨的代表 為什麼要去嗆聲我們的外交人員 而且甚至在這個報導裡面 居然講出喔 林涛把我們的年輕外交官帶去酒吧喝酒 而且還灌酒 然後這個外交人員居然在回程的飛機上面痛哭 我覺得這件事情如果真的有 我覺得林涛必須要出來道歉 因為第一個這個行程是國家的外交 你們是代表國家一起去的 怎麼可以把我們的國家的外交官當成 他這邊想說是酒吧的陪酒人士 我覺得我相信林涛不會這麼做 可是連如果週刊都這樣寫出來 我覺得包含國民黨都必須要出來講清楚 而且在這個風波的時候你知道嗎 他們那時候因為剛剛講的 因為最後的一個行程 綠營跟藍白的行程不一樣的時候 發生衝突的時候 不只林涛喔 包含國民黨的另外一個代表 都有出來抗議這一件事情 我要講的是說真的有這麼的嚴重嗎 這不是國家的外交 為什麼要這麼有這個意識形態 然後認為這個外交部的人員 這個獨厚誰然後虧待了誰 我覺得有這麼嚴重 好 所以請教佳凱 我會覺得議員出訪也參與的事 那出訪還要搞藍綠嗎 怎麼對立啊 怎麼外交官被通嘛 外交人員事後 甚至在機上氣不成聲 購物時間不夠 然後怪職政黨 這我覺得很奇怪 首先我說兩件事 這個爆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現在還沒人知道嗎 而且我必須說 那看起來是真的 因為林涛會說 因為沒有當事了嘛 目前少了一個當事 到底是誰 以及那邊的駐美的 那個外使館的人員 到底是誰嘛 也沒有一個指名 他會真正的人出來說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情 可是林涛看起來是不滿的喔 那我要問林涛 到底有沒有找年輕的外交官 去喝酒 這個可能林涛 有沒有灌他酒 我必須說 以我對林涛的認識 因為他是議員嘛 跟我們一樣都是議員 他是很親民 然後對官員一定也之所進退嘛 等於說大家都是互相 但他有嗆聲啊 他有嗆聲這件事情 是真的是假的 還不知道嘛 所以就有請當事來出來理清 但我必須說 我幫林涛說句話 以我對他認識 我相信不太可能發生 這件事在他身上 我相信應該是多少有些誤會啦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 只要出來講清楚 應該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 這個對你們來講 形象有傷耶 怎麼會爆料 當然都會為我上嘛 購物時間不夠 你們出訪是為了要購物的嘛 不是不是 我們出訪當然要去看一些所謂的 他們那時候有其他的黨代表大會嘛 對不對 我說實在觀摩也好 我是去見證那邊的 所謂經貿等等的運動交流都好 那可以因為沒有時間購物 就電那個外交官嗎 他沒有電 所以有沒有電這件事情 還有待證實 但我相信以我對林涛的認識 他應該不太可能這樣子 好 所以 好啦 反正 家愷就說這件事羅生門的 那請教律師 律師一怎麼看呢 因為我會覺得 以Shopping的時間不夠 那你就自己去那個旅遊行程就好啦 你幹嘛用出訪呢 對 而且那個 如果是以購物的時間 他其實不應該是公務的過程 就是說 這次外交人員為什麼要陪同 是因為這個是跨黨派的要去參加 包括當時共和黨的這個黨代表大會 那全球其實關注那個大會嘛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前一段時間 川普才因為槍擊的事情 大家在關注 然後後面川普又說 那他共和黨的代表大會是要挺他 挺到底 他沒有因為槍擊而出來 所以所有國際媒體都在那邊 臺灣有這個機會 有跨黨派的代表去參加 這是大事 所以外交部一定是用心的 把外交人員也全力去支援 跨黨派的這個參訪團 那理論上就是公務嘛 那公務大概會有一點點 最後的這個時間 讓你可能可以另外有其他的 一點點私人行程 但是不能把這個私人行程當成理所當然 因為外交部 外交人員花的是國家資源 是人民納稅的血汗錢 理論上就是要 只有在公務上面去做服務 但是不能因為有這種私下的行程 譬如說購物要去哪一個什麼旗艦店 這種不滿說我沒有去到 或者是不符合他的意思 就有這種情緒失控的情況 那我當然不知道說 現場的情況怎麼樣 可是今天周刊寫的 其實言之糟糟 就是說很具體的去做 這樣的一個指控 而林涛的回應 他當然否認說 他有一定的否認 我大概看了像他的回應 他一定否認說 他沒有去壓迫外交人員 但是外交人員 有沒有因此在飛機上痛哭 外交人員有沒有因此 受到這種感覺上 受到壓迫 有沒有用嗆瞎的方式說 我找國會議員像許曉鑫 大家都知道許曉鑫 他的問政風格 不是那麼的正常 我找這種人來給你壓制 這個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來個壓制 有沒有用這樣的方式 去威嚇我們的外交人員 如果有的話 這個是非常失格 林涛他不是只有個人的 他是代表國民黨出去的 國民黨智庫的這個算是幹部 你代表國民黨出去 你跨黨派的議員 去參加外交行程 我都認為要支持 因為臺灣的外交比較辛苦 但是如果你因為個人的行程 認為說有不公平的待遇 自己不公平 而讓我們外交人員受到委屈 這就是他的錯 而且還要像說 你看我姐姐在五年級 你小心一點 所以這件事情是不允許的 我看林涛的回應 大概就是講說 有不公平等等 或者是他沒有去壓迫 但是如果真的讓外交人員 在飛機上痛哭 讓外交人員受到委屈 甚至屆事屆端 跟人家講說 我回來找一個這個比較特殊 問政的許巧欣 來給你做不正常的這種施壓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應該要道歉